哈囉大家好,我是EJ 前陣子看到了這部從好久以前就喜歡你的電影預告... 喔...唸這名字就覺得好害羞啊 我想我也許是突然少女心大開了 不知為何我就馬上訂了預告票 大概了解了一下原作是音樂團體Honeyworks的系列歌曲 告白時經委員會戀愛系列的改編動畫電影 雖然知道Honeyworks跟這個系列 但我對他們完全沒有研究 不過沒有先聽他們的歌曲直接看電影 我認為是沒什麼影響 因為劇情真的相當簡單 就是非常非常標準的少女漫畫 標準到我覺得這根本是夢也孝子老師的作品啦 只要是有稍微看過少女漫畫的人 都可以輕易的猜到所有劇情 我認為從好久以前就喜歡你 這部作品已經普通到很獨特的境界了 它完全沒有任何為了創新 為了建立區隔而加入的設定 每個人物仿佛都是為了少女漫畫而建立的角色 情感的描寫也相當普通 不是那種細膩都讓你感同身受的類型 劇情仿佛照著少女漫畫之神 所規劃的路線一般完美 所以我才說這部電影普通到很獨特的境界了 但我認為這就是 從好久以前就喜歡你這部作品的魅力 我非常放心地唱開我的少女心大叫 喀~~聖火毫時的聲音好好聽啊 喀~~鮪魚鬼好萌啊 喂 護中堯兄屁啊 喀~~煉血哭哭 喀~~有環繞音響聽綠春光說話耳朵要懷孕啦 我完全不用擔心有什麼神經病中二病要毀滅世界 不用擔心會有什麼胃痛虐心的糾結展開 全片就一小時左右 正覺得故事差不多的時候就剛好結束了 真的是好好的享受了一部非常少女的電影 其實理性上我並不是非常推薦這部動畫電影 整體製作品質頂多算是中等TV番的程度 少女漫畫公司般的劇情偶有突兀的人物轉變 怎麼說都不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薦的電影啊 問我好不好看的話我頂多跟你說普通吧 但你問我喜不喜歡的話我會說 喀~~好喜歡啊 沒錯少女心是很複雜的 大概是一種雖然很普通 但人家就是喜歡啦 哼~~的感覺 總之從好久以前就喜歡你這部電影 是一部仿佛把一百本少女漫畫濃縮在一起的動畫電影 你不需要太嚴謹地思考劇情合理性與人物邏輯 盡情讓自己的少女心鎮放就好了 盡情享受豪華的深幽陣容 用電影院的音響讓你聽到爽 綠春光一說話我就懷孕啦 呃我是說耳朵懷孕了 如果你平常也不愛看少女戲作品 那我就建議你不用特別去看了 但如果你喜歡這種標準的少女漫畫劇情 或你跟我一樣心裡有一顆純潔無瑕的少女之心 那你可以試試這部從好久以前就喜歡你 整個片名真的好孩子卡戲啊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是AJ 我們下期再見 日本12月就要出第二集了 OK啊 好期待啊